大家好,我是老柯 大家好,我是小夕 哎,媳妇 嗯? 如果你有天突然醒过来 发现自己在医院 而且身边没有一个人 你会怎么办? 弄丧失了 不是啊 没有散失 人也没有 动物也没有 常规的丧失套路 没有 比散失可怕多了 那有可能 人突然消失了 就只有一个人 对 真的? 真的 有个电影是这个 我知道有电影是这个 但这次我们说的不是电影 最近有一个人 在年初的时候 在海外版的T-talk上 也就是海外版的某音上面 开始发布了他的视频 这个视频非常诡异 他视频发布者身上 自己某一天突然 为什么说突然 因为他根本不记得 之前发生过什么 他只能说是自己突然在一个医院里面醒 过来 然后 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生物 只有他自己 包括街道上 街道上 他去了街道 飞机场 医院 动物园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 神称自己叫哈贝尔 生活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 他发出来的是 第一个视频 他就说 我突然醒过来了 他就像计时一样的记录 我们待会来看 第一个视频就说 我醒过来了 周围没有一个人 我们先来看他发出来的第一个视频 嗯 他说啊 自己在2027年 突然醒过来了 但是你看那个视频里面没有一个人 对不对 街道上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人 对吧 这个海滩 有脚印你看 对 但是没有人 这个撒甲 这些都是没有一个人的 生产里面也没有一个人 他是节选都拍的吧 哎 好多人都这么觉得 就说 你这个肯定是在西班牙 疫情封城的时候 你出去拍的 对 或者说你特意劫的这一小段 没有人 没有人 你劫的 要么你就是在早上六七点钟 出来拍的 他呢 就开始做出了他的反击 他怎么反击呢 他拍了这样一段视频 这个呢 是在瓦兰西亚最繁华的一个观察 这个电子中显示的是下午五点四十六分 五点四十六分 没有人 五点四十六分应该是大家下班 或者出来六关的时间了 对吧 那你看大街上没有一个人 玩友肯定还是不信他 就觉得第一你唬人 第二就是说是你这个肯定是 要么就是还是刚才那种做的必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他就跟玩友说 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嗯 你们随便说一个地方 嗯 我就到你们说的地方 我去 嗯 你们说时间 所以他现在还在那个地方 还在网络西亚 那个没有人的地方 对他 对他应该说还在2027年网络西亚 那他怎么能让2021年的我们看到他的视频 不知道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他的视频可以发在T-talk上 嗯 能让我们生活在2021年的人都看得到 对啊 而且啊 空间都不一样 对空 不知道空间也不一样 他做后来他做了一个测试 对我们后面会说 怎么测试 在那边说 我们先说现在这个 怎么像网络 没有证明他确实是活在2027年 2027年 怎么证明他确实是在西班牙 嗯 第一件事 他先说是日期 他说日期的方法他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 啊 等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 他问Alex 对谁才所以 es domingo veinti uno de marzo de dos mil veinti siete 他问Alex 就是亚马逊的那个人工智能 说今年是几月几号 人工智能回答是 2027年3月21号星期天 嗯 其实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特别相信他的时间点 是在2027年吗 嗯 因为Alex这个机器人 嗯 Alex这个是有点像 那个小爱同学这样的人工智能 你是 没有办法去设置他的时间的 嗯 他都是通过网络来获取这些信息 所以 那个西班牙的这些朋友 还有包括美国的朋友 都特别相信他的时间是在2027年 嗯 嗯 然后呢 网友呢就开始给他发挑战 说让他去按时间 你白天要去哪儿 拍视频给我们看 嗯 他就真去了 第一 嗯 他去的地方呢 都不是一般的地方 要他去的地方都不是一般的地方 都是些啥呢 第一个 肯定随时很多人的 比如说西班牙网络西亚的地铁站 嗯 比如西班牙网络西亚的飞机厂 嗯 嗯 飞机厂 嗯 比如说 在西班牙网络西亚的一个非常著名的searching border 嗯 哎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地铁 你看他走进这个地铁站了 嗯 整个通道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这是个繁华的重转站吗 地铁 地铁抓紧 工作人员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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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到别的时间线去了 然后而且地铁也是有电力的正常的 电力是正常的 有地铁过来吗 没有 你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复制的是吗 有点像那个什么呢 地铁猫里的进步中实践 左右颠倒 对 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他的机场 注意看这个 他在机场 还有航班和时间 嗯 是有航班时间的 而且这些都是都在工作 嗯 嗯 对啊 对 还有没有机场的 机场的没有了 OK 在机场也是没有一个人的 嗯 但是机场的那些店里还正常 对都正常 而且 对就没有人而已 嗯 他还去了麦当劳 白天的麦当劳 复制的世界 嗯 就好像前一瞬间 那个人刚刚抬了一些东西过来准备吃 对 然后就突然消失了 那边的机器还能传出声音来 还没用作 嗯 刚才那个椅子后面还搭着一件衣服 就刚刚刚端过来的 热到吗 嗯 让他吃了 嗯 现在下个两件刺激 所以整个事情就很奇怪了啊 嗯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他第一是他怎么做到 他是不是真的穿越到了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去 嗯 是吧 如果他在平行世界又怎么通过网络 跟我们联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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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吧 嗯 之后呢他做了像你刚才说的 他还做了一个实验 嗯 说 是不是他的空间 能跟我们的空间现在打通 冲动 不 怎么冲动呢 不是 他做一个实验很精巧 他在2027年的他那个时间 嗯 在瓦伦西亚市的某些地方 嗯 残了一些东西 嗯 然后 在我们这个 天我们 我牵这么表说啊 在我们这个空间的人去那个地方找 找得到吗 能找到 不操 你看 我们来看下面的事 他在瓦伦西亚管 一个这种 前面有个水池 后面是个什么东西 地方 然后他在都有墙这儿 经纬度有 嗯 在这儿残了一个钥匙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地方 这个经纬度在这儿 嗯 在这个上面放了一个钥匙 嗯 第三个是在这个树里面 残了一个钥匙 嗯 第四个 嗯 在这儿残了一个 好 好 他一共残了四个钥匙 嗯 然后 玩友就发出来了 他 玩友根据他残这个钥匙 去找 你看 玩友先去找到这个地方 对吧 嗯 对 就在这个 看得出来 就在这个建筑物附近吧 对吧 拍照的角度都一样 应该就是一个树 来 玩友去看 找到了 里面还有个字条 字条写的什么 看不清 我也看不清 而且是他用西班牙文解的 我也看懂 我有缝了 这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 网友来到他谈的这个地方也找到了这个东西 他里面还有不清 总共就是找 就是能搜到的 网友找到他东西的视频 就这两个 嗯 先说真的可能 如果是真的 那说明他的空间跟我们的空间是相通的 连接的 嗯 而且他那边的物理运作可以影响到我们 嗯 对不对 但是 说假的嘛 就是可能这两个网友是他过来 对 有可能 对吧 对 他现在赶紧炸一栋建筑物 他没有炸 玩友提出了 这边会不会炸 他也炸也炸西班牙嘛 对 但是他玩友就看到这个视频了 就觉得你这样做不过意 嗯 你应该实现我们从小的愿望 嗯 比如说去特辆奔驰车 对 他就去了 哈哈 那个既然没人嘛 那就freestyle一点吧 啊他就去了 关键事 嗯 玩友现在呢 怂怂他去奔驰4S店 嗯 搞一辆新奔驰车开开 对 搞一辆新的奔驰车开开 嗯 然后他去了 你看 就在奔驰4S店 然后在桌上翻 发现了一把钥匙 嗯 看它是哪一辆车是吗 对 我发现是外面的一样 哈哈哈 按开了 嗯 并且呢 坐上去开走 嗯 嗯 开走 他的这个恐怖啊 不仅仅是空无一人 嗯 而且是没有任何生物 对 就为啥之后没有任何生物 就是你刚才看那么多视频 不管他在车里 不管他在路上还是在哪 嗯 你在天空中看不到任何一只鸟 嗯 在地上看不到鸽子 看不到宠物 嗯 如果人消失了宠物可能还能在 嗯 野猫野狗 对野猫野狗也还在 嗯 为了证明他自己这个 他的视频啊 真实性 而且他为了证明 确实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他没有其他生物了 那植物不 不算了 这植物还有 没有动物了 所以呢 他就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小丹帝的动物园 这个他进动物园 没有人守卫 直接推进去 而且他进去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参观的地方 这是养动物的地方啊 没有任何东西都不懂 这是星星吗 对 星星园 啊 喝嘛吃 绝对平行时光 但他也记不起来 就是去医院之前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玩友就跟他提出啊 你要不要再回到医院去看一看 也许能找到什么猪丝马迹 在他去完动物园 他又去了 嗯 然也没有发现 那种东西 看动物园这些是 就是虎山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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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的 这些该养动物的地方 是不是 这是动物园 你会不会有后期啊 哎 大部分人都在猜算 你这个肯定是后期做的 对 一般后期就是说 他有两种后期 第一种后期是电脑 对 我们有AI 把这些动物人全部都抹掉 对 然后第二种后期呢 是 大井 大井跟一模一样 很难啊 大井你想想看 这个像刚才那个 满生过海 对吧 像飞机场 对 这样打药好大成本啊 对 我觉得为了恶作剧 付这么多钱 真是个有理想的恶作剧啊 哈哈 有理想的骗子 对 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想到 是第一种 嗯 但是啊 很多人就质疑这种质疑 质疑这种质疑 就有问题是 嗯 因为瓦伦西亚 其实是西班牙第三 还是第四大城市 嗯 有250万人生活在瓦伦西亚 像刚才我们看到 他拍钟的那个完产就是啊 是网伦西亚当地最繁华的地方 嗯 平时就 哪怕是封城 嗯 这个地方都是很多人的 嗯 像现在这种完全一个人都没有的情况 是很不正常 是 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对 就是完全不正常 就是你要拿AI去把这些上面的人 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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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抹掉 嗯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人很多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就很厉害 如果是真的的话就存在 不是 我们先说假的这种情况 嗯 我们看了这么多 有人说假的 如果是假的 那他怎么做到的 把这些画面上的这些人抹掉的 对啊 觉得飞机场怎么没有人 还有一个如果是假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 消贩队啊 网南西亚市的消贩队啊 嗯 来 去直接把车门拉开 上车 没有人拦他 没有人拦他 你如果不是这个里面 你 你 我不知道啊 就是你花钱跟消贩队的人 跟不通 反正在我们国家 我觉得 除非我爸还认识他吧 哈哈 不然我爸认识消贩队 他爸是李刚 对 有可能 嗯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就感觉是 我们这个世界的另外一条时间线 但是也没人是吧 对 也没有人 有可能 那如果是假的呢 就只能剩一个情况 就是 他用AI把人都抹掉了 对 但是这个工程上其实也挺大的 反正不管就是AI训练完了以后 能把那些人都抹掉 对 造就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 对 对 那其实这个说法呢 其实这种财产我也有 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一个意思 如果这是假的 他都用AI销的人 他怎么进的警察局 怎么开走的警车 怎么进的销盘队 这就比较麻烦了 对 这就无法解释 总不能这些公共部门也陪他玩吧 对啊 总不能这些公共部门也陪他玩吧 这就很麻烦 对 所以呢 好可怕 按道理讲 如果到一个这样的时空 他是很想回来的 毕竟这个时空有他的家人朋友 可能还有孩子 什么 其实他可能更想知道 不是 关键是他不记得 你知道吧 他不记得最近他的生活 对 其实可能发视频里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猜测有我看不懂 你猜测就是说 我是谁家的 对 我是谁 我来自哪 我要去哪 把这三个人生目标 终极目标搞明白 大家可能在想 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 嗯 那种呢 就是这些 我们只是保持在一种疑惑的状态 结束今天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他 然后给我们体验个点资料 如果说有什么后续的 我们还会做续集的 嗯